最后红梅分引徐信德牧师 在PCT教会体制不是民主是什么 中的一段话 作为继续思考讨论现行 PCT长老 选举制度应否原则采用轮休制 长老教会的这个民主代义 共和体制的运作是否良好 还是要仰赖代义士们的信仰良知 制度上的设计本就偏向精英 期待精英们能好好展现 专职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更要谦卑地了解整个教会与社会的状况 从信仰的观点做出和上帝心意的抉择 来带领教会好让教会能成为社会的良心 在教会和社会中立下良好典范 并据此影响也潜移默化台湾 导向具有爱和行公义的社会 但是若精英们骄傲专权忽略了多数信徒的心声 或没有顾及整体教会的益处及 向社会做出好的见证荣耀上帝 到最后会演变成只顾及少数精英们的想法 而忽略了全体的真正需要 有有甚者若精英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或欲望 罔顾信仰操纵连横那就会毁了这好的机制 不管什么体制实际在运作的还是人 人类社会经过漫长时间的演进 认为民主是一个好的制度 但也害怕成为一个缺乏知识与理想的报名制度 因此长老教会具有精英式的民主代议制度 希望参与的代议士都能本注 信仰联知和学士来领导教会服务教会 如果这样的制度也出现了腐败 那该反省检讨的是人 我们身为教会的一分子都难辞其咎 我们到底是成为腐败共犯的一分子 或者成为默默不出生的一分子 任由这个组织沉沦下去 或者我们愿意挺身而出 与诚实谏言扭转局势 朝下上帝要我们做的去做 教会需要顺服在圣灵的 感动与圣经真理的坚持之下 极有原则伦修的制度实行可以 让更多年轻人共同参与是功夫式 也投入更多活力建造教会 来更快反映社会现象回应时代议题